大家好,我是小镇,今天讲一部人性短片《态度娃娃》 影片开始,餐厅里艾莉问闺蜜有没有发现自己哪里不一样 闺蜜摇头说没有,艾莉又问,没有发现我笑起来很奇怪吗? 闺蜜还是没有发现,镜头跳转,艾莉登场了 她自言自语道,为什么没有人发现我变成娃娃呢? 记忆回到小时候,小伙伴踢球不小心弄碎了艾莉的鱼缸,里面的鲸鱼缺氧死掉了 她向艾莉道歉,艾莉微笑着说,没关系,再买一条就好了 长大后,艾莉意识到,微笑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而且因为标准的笑容,加上不断顺应他人的喜好,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久而久之,艾莉发现再也看不到自己真实的模样 她已经和这张标准的面具融为一体,也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异常 一名星探发现了艾莉,言辞间不断夸奖她的笑容非常有感染力,并希望能牵下她 艾莉起初很紧张,这有点出乎她的意料 但在星探的不断邀请下,她开始试镜,拍照,发行单曲 很快艾莉火了,所有人都在讨论她,她可爱的样子也被真相模仿 连微笑气都因为她成了热销产品 艾莉出现的地方,粉丝蜂拥而至 这天她想约闺蜜见面,却遭到拒绝 闺蜜们在背后嘲笑她只会傻笑,而另一边又在模仿她的笑容 艾莉看到了这一幕,开始厌恶自己这张虚伪的脸 她尝试毁掉她,半途劳务工 经纪人打电话告诉她巡远就要开始了 艾莉瘫坐在地上,她发现自己犹如掉进深渊 等待她的将是无尽的黑暗 准备上台之际,艾莉看到了小时候的鲸鱼 她向鲸鱼道歉,鲸鱼原谅并告诉她 我记得你真实的样子 原来鲸鱼死去的那天,艾莉人前微笑,人后难过 边哭边将鲸鱼埋了 艾莉向她求助,询问怎样才可以做回真的自己 鲸鱼只说了一句话 只要你有勇气毁掉一切 艾莉仿佛知道了答案 舞台上她拿起话筒猛砸自己的脸 很快磁娃娃般的脸碎了一地 艾莉的脸部出现了一个窟窿 里面却什么都没有 她冲着台下的观众不断呐喊 不要变得跟我一样,不要失去自我 然而一点用都没有 艾莉就是艾莉 人们依旧痴迷于她的一切 依旧在模仿她 经纪人的电话不断响起 艾莉的行程都被盘满了 她依旧活在这张面具下 最后艾莉麻木地说了一句 接下来我该换男种脸呢 电影到此结束 看完小镇不由感慨 随着年纪的增长 一个又一个面具套在我们的脸上 每天不知不觉戴着不同的面具生活着 已经形成了随意切换技能 然而真正的本物 早已被时间消磨得一干二净 本期视频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请点点关注